近前感染的富裕中孫大川 在水里有關處基盤事發電欄 引起了一個原住民文學的證調 因此 玉山國家共同管理處就來演唱這個考驗 從九月二十開始 連續六個禮拜五的月報 要來基盤玉山下在江州 要請到玉山關係上親的部門做文學家 畢山專家頂頂著名人士前來演講分享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擁有前來參加 川流在玉山下在江州 第一條是邀請到有關處第一位關注民主館 又就是現場的秘書 榜家來拍頭頂 向參加民眾來講到一集來的玉山 幾十幾年來的江州過程和新前 又呼吸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接下來連續五個禮拜的玉山下在江州 我們就是邀請我們登山或者是文學 或者是在從事山林工作的 我們的布農青年或是原住民來講述 我們的一些他們的一些經驗跟歷史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搶作的活動 讓我們原住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訴說來分享跟大家在山裡面的生活 這次由玉山國家公衡管理處 為了革帶和玉山相關的文化效應 所基本的下在江州 希望正處讓大家的景點來了解 關注民主因為玉山發展出來的各種感情 生活的一個文化創造 是不是讓原住民的文學也能夠到原住民的現場 原住民地區的現場 第一個就想到這裡 因為正好那個書發展在這裡 也跟玉山有關 也跟原住民有關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這個系列的這個講座 那玉山講座就希望做這樣的結合 所以將來爬山 原住民的歷史 生態 以及文學 能夠聯合在一起 我們結合原住民一些智慧跟一些專長 我們從今天下午開始 連續到年底的 十二月的年底 大概有六場次的一個獎座 都是邀請到我們原住民的專家 跟一些國道專家來跟我們做演講 那希望我們也呼籲說有客人能夠 利用比較有效的時間 然後這邊來聽演講 然後豐富一些文學民的文化資歷 這個由鑑柴營運動 孫大川的四發展人 所嚴信的玉山下的港座 下來主港人大部分是不人做人 這不一樣的連結 發展出沒有平衡的心臟 有關注也好有不人做人 以及南島鄉親 每禮拜五的島 都可以擁有前來參加 記者今天我們三場不住